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识懂又非懂 爱在心里 口就是不那么容易开 我们从汉字来认识爱 因为汉字表明了中华文明的标志 而在我们这个提笔忘字的大数据的时代 我们其实可以从构置的逻辑 重建字与字之间的联系 把原本是象形文字的汉字 放回到图形的脉络里来理解 我们看看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爱最初的样子 一个人微微张着嘴巴 一颗摇摇欲坠的心 表示疼惜与呵护 撰文中新增了倒写的纸 形似脚掌的剪影 意味行进 表示因为疼惜彼此而四处奔波 只为快些见到对方 见面后心头砰砰直跳 频频回头 舍不得离去 历文中 没有了微微张着嘴的人 虽寻不见呵护 但万幸 心还是被放在了最中间的位置 简体凯书中 爱丽的心 被隐藏其中 一笔一画 揭文章 汉字若只如初见 爱因疼惜彼此而奔波 是的 我们中国相信文字的美好 就是在于 它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的确 汉字若只如初见 那么爱就是因疼惜而奔波 请问大家最近有奔波吗 这解释似乎过于简单了吧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 给出这样的看法 爱字在中文字里有许多的解释 从某种事物给予人满足 比如说这个字喜欢 我喜欢吃这些食物 一直到为了爱某些东西 而愿意牺牲 比如说爱国的心 母亲的心 爱可以用来形容 爱慕的强烈情感 情绪 或者是情绪的状态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 爱通常指人际间的爱 可能因为爱情 爱为情感之首 所以它是美术中 普遍的主题 爱最佳的定义 可能是主动心动 以真心来对待某个生命 或者甚至是物体 可以是人 动物 物品 或者是神明 爱可以包括灵魂 或心灵上的爱 对律法 对法律 对组织的爱 对自己的爱 对食物的爱 对金钱的爱 对学习的爱 对权力的爱 对名誉的爱 对他人的爱 数之不尽 不同的人 对其所接受的爱 有着不同 重视的程度 所以爱本质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可以体验 但却是难以用 言语或文字来表达 这解释 大家满意吗 很复杂 也很抽象 那圣经 是如何定义爱呢 我们今年的 第一个讲台系列 就是以路德纪开始 让我们从圣经里的灰姑娘 在一段何常里发生的爱情故事 来认识 何为爱 路德纪是圣经文学 甚至是世界文学宝库中 最优美的爱情短片 所以德国大文豪 哥德将说过 路德纪是人类言语文字中 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首诗 是所有短片中最可爱 且最完全的一本著作 那如果我们把路德纪 当作为爱情短片来欣赏的话 文中的女主角 路德的活动为主线 那么路德纪简单的四章 可以做如下简单的概括 第一章是回到伯利恒 第二章是巧遇伯阿诗 第三章是卖长两相会 最后一章是美满成因缘 而路德纪的爱情故事 只是一条明线 这本书有更重要的一条暗线 那才是路德纪的主旨 因此路德纪的爱情故事 只是历史背景浮托和补助 因为圣经不会单纯为记述历史 而写历史 也不会单单为描写爱情 而写爱情 路德纪作为连接以色列世事时代 以及王国时代的桥梁 在耶和华上帝的救恩计划中 占据了浓重的一笔 而作为更重要的暗线 路德纪就有以下的四个目的 首先与四世纪做一个清晰的对比 然后引入基督弥赛亚的加系 之后也引入自清救赎者的概念 然后最后显示上帝恩惠几万邦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三章了 而今天的主题就是真爱在人间 也就是自清救赎者入场的时候 让我们低头祷告 上帝你是爱 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 你也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 那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 你怎样爱我们 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爱我们的上帝 恳求你以你的爱来教导我们如何去爱 让我们相信人间有真爱 因为你已经选择了与我们同在 并且就住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里面 天父 愿我们都能经历能改变一切的爱 因为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爱我们的耶稣的名 阿们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我们的社会大大降低了爱情 婚姻 还有家庭的价值 虽然许多人都渴望一种不用负责任 不用做任何承诺的文化 可是 爱情和婚姻 却似乎还没有消失 正如我们在路德记中所看到的 许多我们面对的情况 都会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压力 也有人因此背弃了他们的承诺 也有人因为出于义务 而保留这一段关系 但却是在这关系中 经历着痛苦和空虚 当然也有人因为他们在逆境中 坚守初心 而最后经历了圆满 在路德记第二章中 我们看到了持久关系的四个基石 首先是对上帝的信仰 然后道德的生活 彼此的尊重 以及救赎的爱 今天当我们开始来看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会感觉到 这爱已经完全开花了 我们可以从故事的人物中 他们的行动看到了爱 并且也从他们的话语中 听到爱 虽然我们可能无法完全 去定义爱 但当我们看到爱 当我们听到爱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肯定是能够认出 那就是真爱 当我们见证爱的存真和存结实 我们渴望被爱的我们的那一部分 似乎就会变得活跃起来 但是 刚硬和苦毒的人 就不那么容易 领受真爱的影响了 是的 如果我们意识到一个简单的真理 爱对你来说是可能的 并且你也能被爱 也能去爱 那真理是什么呢 爱是一种意志的行为 而不是一个情感的行为 请大家仔细听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爱是一种情感而已 所以当我们的情感脆弱的时候 我们无法自拔 但是慢慢地 我们会从上帝的话语里面看到 学到其实爱是一种意志的行为 而我们今天要看的路德记三章 就极大地阐明了这个真理 它就是人类爱的美丽的写照 虽然我们可以感受到爱 但真正爱的支柱 是意志的行为或行动 而在这个真爱的故事的外表下 我们还会发现到一个 神圣的爱的预言 不过先让我们来看看 人的爱的写照 这个爱的故事一共有三个场景 场景一是做美的婆婆 场景二是午夜的会面 场景三是负命的男人 我不知道刚才于牧师 生动的读经 是否有把你们带进故事里面去 有看到这三个场景吗 以后要多让他来读经 场景一做美的婆婆 在第三章的开始 纳尔米意识到了路德 自己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因为纳尔米既了解 亲属与敬亲寡妇结婚的义务 有听说过吗 在犹太人里面就有这样的一种 习俗 也了解到甚至是律法 也了解到其实波阿斯 显然是对路德有兴趣的 于是纳尔米就代表了 他的儿戏采取行动 请大家留意 他是怎么关心路德的 纳尔米知道 他必须首先为纳尔米的将来着想 因为纳尔米是一心要跟着婆婆的 婆婆要先为他着想 那路德自己才会开始关心他自己的处境 而纳尔米就向路德提供了两个忠告 首先他告诉路德要好好地整顿自己 这意味着什么呢 不是只是打扮漂亮 其实是要把他脱去了那手伤的衣服 意思就是说 哀悼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准备过正常的生活吧 这是第一个忠告 而如果路德要继续活在过去的话 那他就没有将来了 接下来纳尔米就告诉路德 要让波阿斯来认识自己 路德对纳尔米的关心和忠告的回应 让我们看到了这两位妇女之间 有着不凡的关系 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全然的信任 纳尔米关心路德的未来 给予他开始新生活的忠告 这就是纳尔米对路德的爱 更难能可贵的就是这份爱 也包含了他们之间彼此的信任 场景二 午夜的会面 路德到了约定的合场 与波阿斯会面 这故事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 但是这一次的会面有一些不寻常的细节 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首先路德的这种做法 虽然没有任何不道德或者不雅之处 但是你想想看 一个女人要向另一个男人 告诉她她对她有意思 并且要跟她谈婚论嫁 你觉得这是寻常的吗 不寻常 不过有的时候男人还是需要一点提示的 这就是所谓男追女隔坐山 女追男隔成沙 当波阿斯从睡梦中醒来 对躺在他脚下的女人感到震惊的时候 他其实收到的是双重的提议 而且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 更像是一个请求 首先路德说 请你用你的衣服的边来遮盖你的死女 对波阿斯来说就犹如是 带上我 我是你的 然后 因你是可以属我产业的至亲 这句话要表达的就更多了 至亲来自西伯来语 Go 意思就是亲属的救赎者 而根据摩西律法 亲属是有责任与路德结婚的 这样他才能够保留 以利米勒的产业 显然路德提出的这个要求是合法的 他有权利这样提出 但是要实际这样做 其实是不寻常的 当称赞路德不追求年轻的男孩之后 波阿斯就告诉了路德不要担心 他会照他所要求的一切去做 也就是说 波阿斯愿意不惜一切的代价 帮路德从手寡中被救赎出来 唯有真爱 才能使人做出如此的承诺 而波阿斯就接着说 路德是值得的 因为她是贤德的女子 这就让我们想起了 箴言书三十一章十节 财德的妇人 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宝石 是的 其实宝石只是七点而已 从律法上讲 波阿斯的确是一个 能够属路德产业的至亲 但是他的爱比这个问题更大 尽管有障碍 波阿斯还是下定决心 要看到路德得到照顾 即使这意味着 他自己有可能失去他 因为路德还有一个人 比波阿斯更轻 请注意 波阿斯甚至在主的面前 发了这个誓言 那就是真爱 在这个问题的美妙之处 是在于 波阿斯早就已经知道 路德和他俩的处境 是非常尴尬的 而他是的确想要娶路德的 所以他才去细心了解了 要和他成婚所有的细节 甚至必须面对的拦住 这个五月的会面 就有了四个不寻常的地方 首先是一个女人 像一个男人求婚 然后一个年轻的 像一个年长的求婚 一个合场的工人 像一个主人求婚 一个外国人 像一个本国的公民求婚 在这一切不寻常的做法 提议和承诺 还有问题之中 你们看到了真爱吗 老实说我第一次读 还是看不到 不过我这样准备了这个 这个奖章之后 我就看到了 希望你们也看得到 场景三 负命的男人 波阿斯现在要做了两件事 来确认他自己的真爱 还有他的意图 其实众所周知 在收割的时候 有妓女会到打鼓场 去向工人们求婚 所以波阿斯要尽他所能 避免让人认为路德 或者他自己 有任何不震荡的行为 因为他是光明磊落的 然后他把大麦交给了纳阿弥 你认为那是什么呢 我也不是特别厉害 是查经之后才知道 原来那是彩礼 那是聘礼 我开始就以为 他可能没有东西吃 要给他吃而已 如果你明白 这是彩礼 是聘礼之后 你就看到 波阿斯这个时候就表态了 他要为他的意图 给押金 给首付 路德就像我一样 可能不明白他的意义 但是纳尔米肯定明白 所以他看到大麦之后 他完全知道 波阿斯的意图了 波阿斯是这样的维护了路德的清白 更做出了明确的表态 以至纳尔米肯定 波阿斯是一个光明磊落 有担当的男人 也是使命必打的好男人 以上这些场景所表达的是真爱 若是 这些真爱是否是有根有基的呢 在这幅爱的肖像中编制了四个根基 四个真爱的根基 他们就是关心 信任 冒险 以及承诺 每一个故事里面的关系 就突出了其中一个爱的支柱 让我简单地解释一下 首先 纳尔米对路德的爱表现出关心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纳尔米把路德的最大的利益 放在自己的心上 他关心路德是否能够找到归宿 他是否能够幸福地过下半生 这是爱的支柱 然后呢 路德对纳尔米的爱表现出的就是信任 路德是一个外国人 即使路德不能够完全了解纳尔米的意图 但是他是完全信任纳尔米的 这样的信任是建立在诚信之上 这样的信任是一种安全感的表达 但是当这个信任被打破的时候 关系就会受到影响 第三 路德对巴斯的爱 是表明了爱必须冒险 你想想看 为了去打股场表白 路德所要冒的风险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风险就是 生育的风险 因为他很有可能被人认为 他的行为是不正当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风险 另外一个风险呢 就是被拒绝的风险 如果万一 万一纳尔米和路德都误解了 巴斯 你看有多么的尴尬 如果巴斯的回答说 对不起 我不喜欢你 毕竟他们才认识不超过五个月 这就是任何表白都必须面对的风险 因此有人就会因为不愿意冒险 而错过了姻缘 甚至错过了亲情 有听说过吗 父亲说不出口 不知道跟孩子说我爱你 孩子也说不出口 然后就几十年了 他们的关系就僵持在那里 所以爱是要冒险的 因为你必须把你心中的那份爱表达出来 最后 巴斯对路德的爱表明了承诺 一个无论环境是好是坏 是富贵是贫贱是健康是疾病 都坚持的关系才是真爱 以上就是简单的讲解了路德记中真爱的资助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就是路德记中的真爱 其实代表了上帝救赎的慈爱 这段经文的背景使用了救赎的语言 路德作为一个年轻的寡妇 基本上是被判处了终身贫困和艰辛 因为寡妇在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自立自足的 除非有人愿意将他从这个困境中拯救出来 所以这个爱情的故事其实是带着神圣的爱的比喻 而路德记中的角色都代表了上帝慈爱的救赎计划中的其中一位参与者 我们快快地来看一看 首先纳尔米这位慈爱的父母代表的就是上帝 他渴望他的孩子得救赎 他制定了救赎的计划 而且只有与救赎主的关系才能够使人得救赎 他也感动了路德去行动 去要求得救 这就是我们天父上帝的心意 然后呢 其次就是路德 路德就是代表世上的罪人 世上的罪人是无法自救的 世上的人要回应恩典 然后要向过去悔改 就犹如他脱下代表他过去的丧福 然后世上的罪人必须要求救主来赎回他 当然到最后 世上的罪人也得到了救赎的应许 和未来救赎的保证 那波阿斯 波阿斯代表谁呢 波阿斯就代表了主耶稣 他在律法上是配得赎回路德的 因为他是他的亲属 他心中也愿意去赎回路德 他更等待着赎回路德 这就是我们主耶稣 对每一个世上罪人的心意 所以在路德记中 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爱的写照 认识了真爱的支柱 最后我们更明白在爱情故事背后 对神圣的爱的比喻 弟兄姐妹朋友们 那你相信真爱在人间了吗 真爱应该是一样的 真爱只有一种 应该是一样的 上帝对我们的爱 以及我们对他人的爱 都应该是真爱 因此我们需要体验 或者我们今天在宣告里面 讲的领受上帝的爱 然后也要表达上帝的爱 以上帝的爱来爱人如己 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37-40节所说的 你要尽心尽心尽意 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这是最大的 且是第一条诫命 第二条也是如此 就要爱灵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 这也是我们今年年度主题 爱能改变一切 所要带给大家一个心意更新的体验 那就是我们爱的范式的更新 爱的范式也就是影响我们 立志去爱的心意 简单的来说 首先一个人开始 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爱自己 当然这一点不是必然的 有的人也不懂得爱自己 但为了自己爱自己 我也不需要多讲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明白 而且也有很深的体验 然后我们会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 开始爱上帝了 我们爱上帝因为我们学会了一件事 那就是靠着他 我们可以凡事都能做 而没有了他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但假如磨难和困难继续临到我们的头上 而上帝每一次都引领我们走过我们最艰难的时刻 那么即使我们是铁石心肠的 也会因着上帝的恩惠而开始软化 接着下来我们就开始不再是为着自己而爱上帝了 而转变成因为我为上帝而爱上帝了 而接着下来就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而且必须要我们立志去做才有可能做到的 那就是当我们完全倒空了自己 我们的心和上帝的心合而为一 我们的意志和上帝的意志也完全一致的时候 我们就会因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了 这也就是遵守了耶稣所颁布的大杰命 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 那我们该如何回应今天的信息呢 首先我们要选择相信真爱在人间 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过去 也可以留意我们现在的生活 看看是否有路德记情节的出现 有关心、有信任、有冒险、有承诺吗 若有,请你把它记下来 若你愿意也请你与大家分享 你经历真爱在人间的美好见证 其次我们也可以开始寻查 我们自己目前爱的方式 问我们自己两个问题 我爱的对象有谁 第二个问题 我为了谁去爱 然后随着今年爱可以改变一切的信息 不断地展开 加深的时候 愿大家都更清楚何为爱 并知道如何更好地去领受上帝的爱 也表达出上帝的爱 Amen 让我们低头祷告 请大家各自用一分钟的时间 各自地来向上帝做出这样的祷告 求主帮助你领受爱 表达爱 之后我会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感谢观看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我们可以拥有全世界 却没有爱 我们可以明白所有的事 我们的生命还是空白 我们可以用心心移山 但我们的生活还是孤单 因为这世界没有了爱 一切都只是黑白 所以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 把我们心中的爱 说出来 不要埋藏在心底 把我们心中的爱活出来 不要默默地在一旁 恳求你赐给我们勇气 让我们不要怕被伤害 而把我们的灵魂 因为从你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来的爱 能把我们的惧疑 能把我们的惧怕挪开 亲爱的天父 愿我们都能在转角 与你相遇 而在那一瞬间 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好美 好美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爱我们的阿爸天父的独生子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请大家站立